我上期跟各位讲了向毛主席请教政治智慧这么一个话题 主要是因为关于美国是不是敌人这件事情 大家有些不同的理解和议论 我所在的剧委会的中心理论组大家讨论好几次 这个问题之所以讨论的热烈 就是因为有人说美国不是敌人 也有人说美国是敌人 所以不能到交道 这两个观点都有问题 也或者说这两个观点都有合理的成分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如果美国是一个问题的话 这个美国和中国 我们既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面 有共同利益的一面 也有美国跟中国过不去 要阻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可能中断我们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绝不能接受的一面 所以关于美国到底是不是敌人的问题 我们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去作解析 我们要把问题具体开来 在哪一个事情上 在一个什么政策上 进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犯简单化 片面性 一点论的错误 关于党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在他全部的革命生涯当中 向来把这个事情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毛主席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和一些不发激情 不发冲动 乃至同样不怕牺牲的 同时代的若干革命家比起来 与那些滔滔不绝 被诵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句子 甚至背诵整篇的教条主义者 甚至俄语比中文还顺流的那些洋教条主义者 跟那些人比起来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夸夸其谈 毛主席的著作不是书摘里的学问 而是顺应时代潮流 满足人民意愿 掌握历史主动 肩负历史使命的产物 毛主席的著作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长期实践当中对党和人民伟大奋斗所做的经验总结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 还有所获得的思想洁净 向毛主席请教政治智慧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 毛主席新鲜的丰富的无穷无尽的编程法思想 在过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职业 关于这一点 尽管在革命事件当中已经一再得到证明 但是大家知道 在尊义会议之前 很多人是不服气的 很多人甚至不屑打 一个被后来的实践证明 革命立场很坚定的同志 当时甚至指着毛主席说 老毛你懂什么马列 居然这种口气跟毛主席说 后来即使是尊义会议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 一些俄文讲得好 吃过洋面包 喝过洋木水的一些人 对毛主席依然是不服气的 好在战争年代 谁的办法更高明 打仗 几仗下来边界分晓 敌人过分的强大 我党我军力量过分弱小 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 有饭吃 有发展 有前途 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反之 没饭吃 没发展 没前途 革命队伍不断缩小 甚至整个根据地都彻底丧失 为什么长征啊 那是整个中央苏区啊 根据地啊 整片整片 乃至全部垮掉 输掉了整片苏区才被迫 北上转移啊 1939年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叫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主席在这个发刊词当中呢 有感而发 他说我们党啊 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现在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之下出发 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并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这个主要矛盾 他明确提出了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报 大家一定理解 我之所以现在要强调呢 关于在美国是不是敌人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需要向毛主席请教政治智慧 毛主席三个主要法报 对于我们理解 今天怎么看待美国 怎么跟美国打交道 美国到底是不是敌人 大有帮助 毛主席说 这三个法报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这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而党的组织 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这两个武器 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你看这话说的多透彻 有人一说讲统一战线 别的东西好像不重要了 一把就把别人抱过来 又亲又啃 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按照毛主席的特别强调 正确的理解这三个问题 及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 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 全部的中国革命 民主革命时期啊 和今天的形势 当然是有差别的 今天毕竟是百年为有之变局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全世界最大的党 百年值大党 世界第一大党 但辩证法思想当中的核心内容 并不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里边有深刻的规律 依然在起着作用 诸位一定不难发现 今天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集中的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主席啊 明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建党建军建国的 伟大的领导者 但是在他们眼里 好像毛主席错误最大 错误最多 最不可以原谅 没什么好继承的 每逢毛主席的大日子 重要的日子 跳江出来 数落一通 表演一番 但是事实证明 这些人对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满 不仅无所欲毛主席的光辉 反而证明了那些人短视 浅薄 阴险 还有没有良心 说到这儿 我知道有人不舒服 那些被我批评过的朋友们 你们完全可以反批评 你们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而不是用口水和谘骂来证明 你们能不能证明一下 你们比毛主席高明啊 我们需要向你们请教政治智慧 或者干脆就用你们的政治智慧 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世界 可以吗 大家要尝个看吧 我是中国国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总统居民司马南 再见